我五年打了很多比赛 我觉得不止五百场 有时候一天我都跑三场 我们马来西亚是隔几天 我们就有很多那种比赛 小时候可能会有这个 所谓的虚荣心吧 就会觉得一定要拿前三名 就好像我现在家里 好多奖杯还奖壮 一般都会只留这些 只留着第一名跟第二名 第三名也会留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 去年四月六号那天晚上 去年四月六号吗 那是个第九名 我们也没发奖壮 如果发奖壮又会把他丢了 我可以这么比喻吗 好像一个上船的一个船票 然后我要准备我的这个 所谓的旅行这样子 前段时间特别焦虑 还没发歌之前的那半年吧 因为我觉得我的主线 是在音乐上 我觉得我必须要出歌 就觉得还蛮长时间 我还不在我这个闪光点上 做一点事情 所以那段时间是比较焦虑的 你之前焦虑的点是有没有作品 没作品 活 怕活 怕活掉 还没解散之前就怕活 就更的话就解散过后 不是更惨 哪个艺人会希望自己往下走 然后消失在人海之中 就更好 让你们看看 你们用这个人是在地点 我没有用去